刘培元的尝试宝典 这一集谈一个比较大一点的题目 如何培养贵族气息 当然有缘在先 这一集也不是什么尝试 也不是什么知识 是我个人的看法 个人的经验 个人的见解 当然成熟个人 当然道理呢 道理还是普世价值 但是当然是我个人的整理 因为每个人讲的不一样 所以如果有的网友觉得 这一集不是在讲客观的事情 不是在讲一个尝试知识 是你个人的一个看法 我不想看 我只想看客观的尝试知识 你个人有什么想法 跟我无关 我也不服气 我也不想看 我也不认同 或者我也不想浪费时间 每个人想法都有 为什么要听你呢 为什么不听人家 那这一集你就不用看 就跳过去 跳过去去看别的 我们讲别的客观的一些知识 这有言在先 但是呢 为什么要讲呢 很重要 我觉得很重要 这是我自己的表达的方式 因为什么叫贵族 现在没有什么贵族 当时实际上还是有 就是定义不一样 定义不像古代的贵族 欧洲那边还是有一些贵族 那这贵族呢 也不是说真的就像我们讲的贵族 而是说比较高等的人 不是高高在上的高等 而是说 你让人尊敬 也不一定贵族 也不一定是有钱才叫贵族 也不一定 就是说 比较高级高尚 容易让人家佩服你 那我称 我称为贵族 或现代的贵族 当然 有一点钱是最好了 或说你是中产阶级 就是也过得去也可以 过得还不错 或甚至说 你生活过得很普通 也不怎么样 也可以 不是说贵族一定就是有钱人 就是一定是 你是家里什么爵位 也不是这个意思 重点是气息 高级的气息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呢 它背景的是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的中国人 中国人现在有一个情况 常常让人看不起 你说不无几 没有啊 我中国人 现在中国很强 我们中国很有钱 各种交通建设 房子盖得很好 你去大陆看看 一线二线城市 好得不得了 台湾也不错 台北也不错 其他现实也过得去 香港新加坡也不错 不是这样子讲 就是你到底过得 有没有尊严 或者说你活得高不高级 活得人家能不能看得起 不是自己说了算 所以人就是你到底怎么样的 不是你自己说了算 或者你感觉怎么样 而是人家看你啊 就像这个 这个很多人啊 这个做得不太好 我就觉得很好了 重点是人家怎么看你啊 所以就是对自己的 自己是到底怎么样的人 当自己要定见是没有错 可是别人怎么看你啊 就是说现在中国人 自己看自己啊 跟全世界啊 就是以欧美为主 白人社会 因为他们到底是权力大嘛 这个世界还是白人社会的世界 他们怎么看你 如果两个是一致的 那没有问题啊 很好啊 你觉得我中国人现在很强啊 国家又强啊 这个我们过的生活很好啊 这个国家进步啊 我们过得非常好啊 那如果 世界主流的想法跟你一样 那就没有问题 天下太平啊 可是如果人家的看法跟你不一样呢 那怎么办呢 那你说哦 我不管 我自己觉得好就好 那可以啊 就是 这个 遗管 亏天啊 井底之蛙 那你说不服气啊 我自己过得好 就我管人家怎么看我 话当然也没有错 可是你就不要出国啊 你就永远在中国 你不要出国旅游啊 不要出国旅行啊 也不要定居啊 也不要说到外国去玩啊 什么东西 或者认识外国朋友 那你只要一跟外国人结束 这问题就出来了 你就常常觉得说 我们觉得自己很好 可是外国人怎么 对我有歧视啊 所以我像很多这个朋友啊 比如住在美国的 或住在英国的 有些朋友 或者亲戚啊 就是都会提到 啊 这个那边那个 种族歧视很严重啊 尤其是这一两年啊 因为新冠肺炎 哇 简直是这个 看那个亚洲人啊 他如果确定是中国大陆的 哇 这个是很不客气啊 啊 怎么会这样子 啊 好像更严重啊 就觉得 甚至有人觉得说 啊 这个黑人在美国啊 这个已经 被人家看不起 这个 那黄种人更糟糕 啊 比黑人还不如 他就有些道理啊 就有些道理存在啊 当然我们这个 这当然一集可能讲不完啊 就是说 所以勇敢而发 我个人勇敢而发 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有一种贵族气息 但我前面讲过 不是说你真的是 你是公后博子男那种贵族 或你真的家里 家财万贯 有钱不是 而是说你一个高尚 贵族我们是取他高尚的意思 好 那我们就开始讲 这是我的一些观点 你觉得有道理 你就听听 有些你可能已经做到 那非常好 有些你不认同 那就不认同 那没关系 每个想法不一样 那有些你觉得 哎呦 蛮有道理 但我已经做到 那非常好 有些觉得有道理 我还没做到 那就加强一下 这是我个人的 一些想法 那目的就是说 希望中国人啊 能活得骄傲 不只是你有没有钱啊 你生活过得好与不好 或者国家强谷强盛 而是说 你要重点是说 你要活得让人家尊敬 活得尊敬 你没钱 人家也尊敬你 你有钱人家不一定尊敬你 他说我不管啊 我就是有钱啊 尊不尊敬 管我屁事啊 反正我有钱就好 那OK 那你就过着有钱的生活 但是你就 以后不要抱怨 说奇怪 我这么有钱的 怎么外国人看不起我啊 外国人对我不客气 你就不要抱怨 那贵族气息呢 并不是有钱人的气息 不是这个意思 也不是真的贵族 这个气息 这个意思 而是高级气息 因为为什么要讲贵族呢 因为贵族啊 我们先把这个看完 有高级的气息 有人曾经说过啊 贵族气息要经过三代的 才能够培养出 所以不是天生 而是后天培养出来的 那 这个以前的贵族 当然以前贵族又王八蛋了 又杀人放我也有 但我们讲的是贵族 是比较好的贵族啊 就是那个贵族啊 他一定有他的一些条件 有他的一个气息 因为他们基本上养尊处有嘛 都是这个下面有很多电龙啊 这个他是可能是大臣啊 武将啊 这个皇亲国妻啊 生活没有问题过得很好 就像以前那个春生军啊 这个信林军啊 孟长军啊等等 或者外国很多的骑士啊 功后博子男 所以以前他的贵族啊 养尊处优 可是有些贵族呢 就是说 他生活过得好 可是呢 他会注重人文 人文的培养啊 所以就是我们讲贵族 一个就说 啊这个贵族啊 这个有钱啊 低位高啊 这是一个意思 另外一个意思常常是讲 就说贵族啊 他的贵族的气息 贵族的气息 高贵 高贵 大方 让人一看到他就觉得 哇 这个人真是高大上 他就有些气息啊 那我们待会多讲一点 大家就慢慢可以了解 所以这种贵族气息 我们再三说 他不是说真的贵族 或真的有钱人 而是那种高尚 高级的气息 它是一个培养出来 你必须要一些认知 那我这几集就是讲 这个认知 贵族气息 那目的就是说 不管你有钱没钱 还是普通 你要 让人看得起 这就是人的一个自我定位 你说 你过的 这一辈子过的 我要赚很多钱 我要过得非常好 当然是很好 每个人都羡慕 没钱万万不能 有钱 当然也并非万能 但是也接近万能 有钱当然很好 可是另外一个就是说 除了你生活过得好 与不好以外 你是不是也应该得到 也希望得到 一些人的尊重 不只是你家里对你的尊重 你的亲戚朋友对你尊重 你的同学同事对你尊重 你的家里邻居附近对你尊重 甚至路人甲路人仪 看到你对你尊重 甚至外国人对你的尊重 到底要不要 你说我不管 我过得好就好 别人怎么看我不管他 也可以 也没问题 可是现在是 这个 这个 世界变成一个小世界 这个 尤其 有钱的话 你经常要出国 要旅行 要跟外国人接触 这个是很多东西 你必须要跟人家接触 而且不只是跟本国人接触 常常有机会跟外国人接触 所以这个人际关系 会变得比较宽一点 比较宽广一点 那么再举一些实力而言 贵族气息 包括哪些举止 谈吐 思想 见解这些 所以我这一集讲的 当然有些 看那个网友的反应 就你看了 譬如说你看了以后 你觉得就是不能接受 或者你觉得也蛮有道理 因为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 简单讲 也不一定是讲贵族气 就是一个人 身为一个人 他到底要怎么做 就身而为人 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是 我们很多这个谚语 很多这个座右鸣 很多都有讲到这些东西 那我只是 我个人把他那个包罗 这个包罗万象 把他那个整理出来 当然 最主要是我个人的经验 见解 把融会贯通以后 然后得分享出来了 所以我前面讲 你如果觉得这个没兴趣 这是你老刘 你自己胡说八道 你自己的想法 天马行空 你无聊 在那边放屁 在那边随便乱 那你就不要看 你就去看其他 我们讲事实的东西 知识 客观的知识 那就不要看 但是我觉得 这一集是蛮重要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 因为像中国人 或者华人 就是没有中心思想 这当然跟文化大革命 或者台湾这个什么 国家认同 蓝绿恶斗 就很多 所以现在中国华人 甚至香港 新加坡也有这种问题 海外华人更有这个问题 就是没有中心思想 在清朝 清朝中叶之前 华人都还有一个中心思想 然后到了清朝中叶 什么鸦片战争 什么开始 然后到民国军阀 然后又到国共内战 又到后来文化大革命 三反五反 然后台湾 虽然是经济比较好 可是后来又有国家认同 蓝绿症 一大堆问题 海外就是比较没有一个根 就是这问题很多 就没有中心思想 当然有些人可能听得懂 认同 有些人说 不会啊 反正我生活过得好 我有吃饭 我有工作 我可以滑手机 可以看电视 可以出国旅游就好了 人生干嘛呢 就是生活过得好就好了 我不仇事 不仇穿的 这是奴隶上班 房子买了好几栋 退休没问题 就好了 我讲这些干嘛 这个是人 就是做人的层次的问题 好 那我们这边用一些实例来举 这是我自己整理出来 当然就是 有些我觉得有道理 我就把它拿进来 有些是我自己 自己主动想出来的 有些我不认同的就没有拿进来 所以这个等于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消化以后 整理消化以后见解 就是贵族气息是高级气息 高尚的气息 做一个人 你不一定是贵族 就是说你要活的 让人尊敬 要有一个做人的样子 比如说 像我这个很多例子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常看到华人 但外观也有 白人也有这种人 但我们现在不是讲华人 不是讲白人 也不是讲黑人 我们是讲华人 华人就是香港 新加坡 海外的华人 中国人 台湾人 这些 比如说不要无厘头 或随便嘻嘻哈哈 也是要庄重 也就是要庄重沉稳 比如说台湾 现在 就是 大家是很无厘头 嘻嘻哈哈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跟一些谐心 谐心名字我们不要讲 就这几十年来了 这些 一些电视明星 主持人 就是嘻嘻哈哈 无厘头 就是好像 或者我们讲来点低级 当有趣 就是 很浅 就是 所以你看台湾的 综艺节目 当然早期的还好 现在综艺节目就是 随便找一些明星 漂亮的帅哥美女 就进来 聊一些家常诗 聊一些八卦 然后我 我吐槽你 你吐槽我嘻嘻哈哈 当然有娱乐的效果 很好 有娱乐的效果 没有错 俊男美语 大家想看 但是 就是一个字浅 就是一个浅 就是人 你要是没有深度 就是一个浅 就是很浮 就是只能聊一些家常 家常的事情 八卦的事情 你化妆怎么样 你有没有小三 那个人有什么八卦 那个怎么样 你穿的衣服怎么样 你买名牌包包 那个有什么糗事 就是这些东西 然后笑的时候 嘻嘻哈哈的 不庄重 当然我们不是做一个道德评判 而说 这样子的话 你就会让人家觉得你不庄重 那不庄重会怎么样 就觉得 怂啊 怂啊 就是跟你聊天 就是没有深度 没有深度 你就不用讲了 吃饭一定要给钱啊 少人一定犯法 如果少人有犯法 吃饭要给钱啊 我吃饭都不给钱了 你就没得谈了 因为他没有办法判断 那有些说 哎呦 哦对啊 吃饭要给钱 哦对 哦这个我想 那这种人还有救 像那个大陆 现在那个很多影片 电影 这我看了以后 就是 这个技术层面很棒 这个布景很棒 打斗也很棒 这个这个这个花钱 这个古装的买 古装的道具 什么衣服 都弄得很棒 表示花钱了 花成本了 武术指导也很好 可是呢 看不下去 剧本也还可以的 为什么看不下去 嘻嘻哈哈的 就是一般人 没有那么嘻嘻哈哈 可是他录很多影片 就是男女主角 就是跟你嘻嘻哈哈的 一般人不会这样子吧 就是 就是浅 就是 就是不要乌里头或西 像周星驰 他很多 周星驰是神啊 是没有错 他的片子效果很好 娱乐性十足 可是就是说 一般人不会这样子嘛 就是 你看久了 你就变得 变成 就是说 看事情都比较随便 很嘻嘻哈哈的 这当然也没有办法去细讲 但是你 就是 或者我们讲男女 这个人疯疯癫癫的嘛 可是有时候 神啊 他说我的神啊 你不要说他疯疯癫癫 他是很幽默的 他很有创意的啊 他是表现的欲望很强啊 他表现的非常好啊 这个演戏非常好 我是我的神 但是有的人就说 疯疯癫癫癫的 因为没有个章法 我们就说 事情没有个章法 所以大概这个意思啊 只能讲到这里 就是一般人就是 我们讲庄重嘛 所以我说 现在中国人 没有一个定见 没有一个定见啊 比如什么 没有定见 有钱就好 有钱就是王道 你管他杀人放火 赚来的 你管他是坑杀 散户 或者是骗人家 不管 反正有钱就好 他是有名的 他是有名的导演 有名 一下嘻嘻 他票房很好 也很好笑 这就是王道 至于他装不装重 不重要 所以就说 现在中国人 没有一个定见 没有一个装重 当然 这种东西 换到 比如说老一辈 或者以前的人 或者一个欧美人 来看的话 就觉得 你们中国人怎么是 怎么是一天大晚上 嘻嘻哈哈的 怎么都变有个章法 疯疯癫癫的 中国人又不服气了 你看不懂吗 看不懂周星驰的电影吗 看不懂 刘德华后来演的是 比较不错 早期的 你看不懂 就是就不用谈了 但是做人就是 还是庄重一下 沉稳一下 比较好 所以你看好莱坞的电影 当然他也有拍不好 也有拍不好 也有嘻嘻哈哈 也有没错 可是他比较有个章法 那如果是大成本 或者是 就是 就是 票房 就是口碑比较好的 就是他有个章法 该笑可以笑 没有错 可是该严肃 还要严肃 就是 就像我们一般正常人 你不会那么随便 就是要一个章法 然后呢 你不要人云亦云 凡事先用大脑想一下 也就是凡事 不要只看表象 设法看深一点 我们像一般人 就是看了这个情况 就说他事 就是 不用大脑想 比如说举个例子 就是 前些时候 这个 SARS 那时候还没有 台湾还没有全部爆发的时候 还没有全部爆发 就是说 这个 比如说有一家的连锁商店 就是政府发那个什么 消费券 也不消费券 就几点券 就是几千块几千块这种 然后呢 有一家连锁店 大家用LINE 因为台湾 用LINE 大家传 比如说政府是发三千块 但是 你自己要出两千 你自己要出一千 政府再贴力两千 变成三千块 发三千块 结果我娘啊 我老娘年纪大了 她小学 小学都没毕业 就穿啊 你阿姨啊 穿啊 那个这个 赶快去买啊 这个是有一家大型的 台湾大型 那种超商说 你这个拿三千块 你可以买三千六 买三千六 还是三千八 不知道三千六还是三千八 赶快去买 就我在讲说 如果三千六三千八的话 这也蛮有赚头啊 可是 这样的话 那一家 这个他就没什么赚啊 我说 是不是真的啊 我妈说 我老娘说 那这样真的 你阿姨传给我的 我说 那谁传给阿姨 不管了 你就赶快去买 那我说 那我们要不要先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是假的 因为三千块 买三千六三千八 那很好啊 但是 那一家店 不是就比较没赚头 就赶快 跟我老妈说 去老妈的口头 等一下 我们下去看 我先下去上网 就一上网 我一看到 那家已经 网络上已经登场 最近有很多谣言啊 说本公司啊 什么三千六 三千八 没这回事 遥远之余之者 我们否认 没有 就拿去 我就印出来 给我老娘看 然后说 你要不要去问阿姨 谁出来 意思就是说 现在很多啊 网络上传言很多 大家 很多人就说 我不管了 是我朋友传给我了 我就赶快转传 但是 有些东西很夸张 可是现在人不管了 反正 是我朋友传的 我亲戚 我同传的 我就先传再说 但是这个 有点夸张 我也不管 我就传 结果传了以后 大家都以为是这样 结果不是 就是 我们说遥远止于智者 他那个是 以讹传讹 这样子 就是 这只是一个例子 我们看新闻报道 或者看到很多事情 就是也是一样 都是 看一个表象 或者说 我们看那个 马路上 一个人把另外打倒 那一般人说 你为什么打他 你王八蛋啊 错了啊 判死刑啊 那我们要看 不一定要去问 你为什么打他呢 如果 结果后来是说 我就看他 不说 把他打倒在地 那他王八蛋 该死 该判监牢 该关监牢 应该 那如果他讲 不是啊 我跟我女朋友 走得好好的 这个要抢我钱啊 这个或者 也不知道什么 看错人啊 还怎么样 就是把我一阵打过来 还好我身强力壮啊 这个我 练过一点 闪打 我必须要还手啊 不能被打死啊 就我还手 就下手 中了也把他打趴了 那他就没有问题啊 是人家先打他啊 他要保护自己啊 不然搞不好自己被杀了 那就划不 不划算 还要反击嘛 自卫嘛 就在美国自卫无罪啊 西部片也是 我自卫无罪啊 但我先打你是不对啊 可是你先打我 我还手 我要自卫 但是我自卫以后 我一枪把你打死 你没打中 我打死你 那是你活该 是你打我啊 至于我自卫以后 自卫过到 那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因为我哪那么准啊 我要自卫的时候 要打你 打你脚 打你手 还不能打心脏 打他 不知道我就打啊 警察也是一样 那个这个 这个 这歹徒啊 朝警 对警方开枪 警察还击打死 打死就打死啊 警察还没那么厉害 我要看你的膝盖 看你的手 还不能打心脏 不能打胃 不能打头 不知道 打了就打 打死就打死啊 所以重点就是说 我们看事情啊 就是尽量不要看表象 而是我们先问一下 因果关系 这个 整个来龙去脉 所以我们以后看到这个 网络上传东西 你在转传 当然可以转传啊 可是你转传就觉得 无上大雅的 无所谓 或者你觉得 应该真的 你转传也没什么关系 可是有很多夸张 比如有一个女明星啊 明明形象 突然应该转传 她是妓女 她是小生 她行为很方荡 可是她明明就不是 而且报纸都没有写 如果她真的 这种人报纸 新闻早就报道不行了 新闻记者全部都不知道 全世界都不知道 只有你朋友传来 她知道 我不管了 反正我朋友传了 她是妓女 我就传 告诉你要吃官司啊 要吃官司啊 所以我们今天先 前面先开张 明明讲这些 我们先讲到两点 上集先讲这里 就是说 我要讲这个贵族气息 就是说觉得中国人 现在比较没有定见 然后整个表现行为 有些偏差 然后呢 尤其接触到外国的时候 常常会有 种族歧视的问题 但种族歧视一定会有 但是加减的问题 你只有这个 凡事返求助己 你自己做的对 人家看不起你 那是人家王八蛋 但是有时候自己不对 做的确实有问题 他看不起你 那先不要怪别人 先怪我们自己 比如说 你说外国看不起我 结果另外一个老外 跟你比较熟 说 你每次吃饭都讲 都吃好大声啊 干杯都要干杯啊 还在家里唱卡拉OK 那么大声啊 外国是爱干净的 爱隐私的 你平常 穿个拖鞋 在马路上走 还是吃冰糖 一口的红色的 类似这种东西 就是 你这样子 人家怎么会看得起 所以我们凡事 也反求足己 上一集先 讲到这里 但是我这边 要拜托大家 如果你认同我的想法 觉得我频道不错的话 你要回馈我 就是把我15个 游球频道15个全部按订阅 我们上集先讲到这里